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近期内我觉得黄金的价格它是围绕着一个避险情绪导致的波动 那么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央行大量购买黄金储备 以及民众对于黄金价格最高的这些动作都导致了黄金在今年是一个异常强劲的一年 但最近由于像美元走强以及是特朗普上位这些可能性 可能会让美国通胀变得更顽固的影响 我们在近期也看到黄金期货的价格它是承压走低的 而且黄金的ETF也是有类似这个资金流出的动作 其实我个人认为特朗普对黄金的影响不完全是 因为他有可能执行这种保护型的关税政策而让美元升值 而是特朗普他比较奔放的作风 让投资者他对这个对冲风险要求的提升 这也反映在了有可能投资者他在几个月前 他们已经price in 了这些作风 所以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 黄金价格也慢慢有逐渐下调的迹象 那么来自来到2025年我们认为黄金的上涨可能性还是挺高的 第一中国央行为了对抗美元武器化的可能性 它有对黄金买入的动作 我们认为是可持续的 而第二在全球央行降息的背景下 黄金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很好的对冲工具 所以短期内那些机构投资者的购买量也不会有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第三随着地缘政治局势逐渐紧张 特别是现在世界各国开始有这个去全球化的迹象 这些因素都会是间接立好黄金的价格 所以我们在2025年觉得黄金还是有可能会上涨的 是 投资银行将黄金列为2025年首选大宗商品的交易之一 那目前的金家已经削减了一般消费买进式的意愿了 那你认为普遍的这种普通的投资者 是否还适合选择黄金作为投资呢 其实黄金它作为这个投资工具 它历年里来一直是被视为对抗空话膨胀 避险以及财富保值的这个手段 那么是否适合普通投资者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散户呢 我觉得还需要考虑一下当前的市场环境 个人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投资目标 那我们会把黄金的投资者大致上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想透过投机活动而赚取黄金的差价 那么第二种是透过分散一些资金 在黄金上来分散或者是对冲一些风险 那么对于第一种投资者来说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 靠短期波动换取差价的这个投机者 我们觉得黄金仍然会有一定的投资机会 因为像长期来说 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因素 2005年我们觉得黄金还是会上涨的 特别是现在经济的不确定性比较高 我们刚才也是提到的一些因素 像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特朗普的保护性政策 甚至是美联储接下来的方向 或者是我们看向地球的另一转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 中国央行的买入活动 他们这些都会支撑着黄金的价位 那么现在的黄金的币选需求 他们是有可能推动这个价格波动 而我想要提醒的是这个投资策略 它并不是适合每一个投资者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 我会建议他们应该更加追求的是稳定收益 以及较低的风险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 完全投资在黄金可能就不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黄金它本身带来的波动率是极高 但收益率却不成正比的 因此我会建议那种普通的投资者 采用适度分散投资 就是说你在拥有黄金的同时 你也拥有像股票 像债券等等的这些工具 才更加符合普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以及投资目标 好的 我们要感谢凯胜为我们分析 黄金市场的未来走势 谢谢你凯胜 谢谢大家